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这个系列课程当中啊 我们就要去做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了 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做Style Transfer 首先啊咱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故事呢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说在这个图片当中啊 我是放了很多张图片 然后呢这里啊 我们先来看最上面的这个 最上面这个啊 它是洛杉矶的一个城市的图片 然后呢在下面啊 我来标个号吧 就是有这样一个1 然后还有2还有3还有4 这4个图片啊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的感觉就是说 哇有一种画风突变的感觉 1号好像来说到了一个雪山 或者说到了一个海底似的 2号呢可能看起来有一些奇幻的感觉 3号呢像是一个油彩画啊 4号也差不多 那么这个东西啊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我们该怎么样把一张比较正常的图像 然后加上这么多个风格呢 也就是说咱们画风突变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这个啊就是咱们这节课要实现的一个东西 我们把这个呢就叫做一个style transfer 首先啊现在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style transfer它是做了一件什么事 第一步啊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找一张带变换的图片 比如说这上面这个我们就说 它是一个content 我用c来表示content呢就是表示着我当前的一个输入 它是一个内容 它是一个我们要变换的东西 然后呢既然啊我们要变换这张图像 是不是说我有一种变换的方式啊 你需要给我找出来一种风格 我按照什么样的风格进行一个变换 我们看这里啊就是左边 我再标上一个1撇 然后还有2撇 还有这样一个3撇 最后还有一个4撇 我们现在啊拿出来了4张图片 这4张图片啊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啊 这4张图片有点抽象的感觉 然后呢它内部啊带有一些色彩 带有一些风格的 现在啊比如说我想拿这个c 就是咱们的一个输入的内容 然后呢跟这个1撇 就是当前啊像是一个波浪 可能是一个海底上的一个浪花的一种感觉 我想拿这个c跟这个1撇进行一个融合 然后得到了这个1 这个1啊就是我这个c加上这个1撇得到的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1撇啊 或者是2撇还有3撇4撇 我们把它呢叫做一个style 然后咱们用s来表示 这个style的意思啊就是说 它表示的是某种风格 现在呢我是不是选择了当前的一个内容的实体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content 对于选定的一张图像来说 然后呢我对这个content 再加上这样一个style 比如说加上了这个s 加完s之后呢 我让它们进行一种很巧妙的融合 融合完之后啊就是说 咱们得到了这个1啊 这个1里边它的感觉就是说 内容的一个实体还是在的 然后呢周围啊加上了 周围和内部啊加上了很多 这个波浪型的一种风格 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们能把这个content 加style进行一个融合 组合完善图像啊带有一种艺术的感觉啊 这种感觉看起来还不是不错的 那么对于这个2来说呢 我们看这个2的整体风格啊 是不是跟咱们右边选的这个s 这个style差不多的啊 也就是说呢对于一个content 一个内容咱们的输入来说 我可以给它进行不同种的变换 每选择一个style呢 它进行的变换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里啊我们看这是一种风格 那么下面来说啊 是不是跟我们的一选择的一个style 它的一个风格是一样的 style的风格这也是个s 它会加入到咱们的图像当中来 对最后一个呢也会加入到咱们的图像当中来 但是呢不光要把style加在图像当中来 你的一个实体啊还是不能够发生太大的改变吧 还是要让我能看出来 对于这个content啊还是这个东西 只不过说呢相当于啊 把它进行了一种变换的操作 那么这里啊也是啊 咱们一会儿可以做出来的一些实例 比如说咱们对于这个content啊 就是这样一个c 我可以随机的选一些啊 咱们生活当中的任何场景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对于一个content来说 我可以选择一个style 拿style跟content进行一个融合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最终的一个style transfer的一个结果了 比如说当前啊这个打棒球的啊 这哥们拿到大棒子 然后呢对于下面来说啊 是不是看起来变成一张卡通图了 这个啊一会儿咱们是可以做的 然后呢这些人在海边 是不是说我想给他加上一些波浪当成背景呢 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给他加上这样一种风格 看起来呢就是啊更有一种艺术的感觉 然后呢右边这个啊 我还是可以加一些东西啊 对于小猫来说 我也可以给他加一些东西 让他图像呢风格啊文理啊色彩啊 和一个整体的趋势都发生一个变化 我们把这种变化就叫做一个style transfer 一会儿呢咱们就要基于这种方法 然后呢去实际的做这样一件事 最后啊大家啊 每个人都可以把这样一个style transfer啊 这个比较好玩的动向 从头开始咱们都会给他做出来的 好 好